谈点司机与乘客的搞笑对话 不可行不可行 师傅 为什么现在年轻人不爱听专家建议 这些所谓的专家 专业的事干得很扯淡 扯淡的事干得很专业 那怎么分辨真假专家 假专家建议把防袋延长到八次水 真专家建议把洗脚按摩纳入医房 这些专家有啥想说的 每次好 杨文静 师傅 男女生攀比有什么区别 男生攀比 我女朋友漂亮 我女朋友更漂亮 那女生攀比呢 我男朋友跟个撒比似 撒比 有我男朋友撒比呢 师傅 狂飙你看了吗 看了 你最佩服里面的哪个人物 肯定是鲨鱼小贩高气墙 影视圈有没有让你更佩服的人物 炒口烦 师傅 如果有美女勾引你 你能拒绝吗 为什么要拒绝 每次如狼似虎 你不怕挖解你的意志 我的意志一向监定 合到我 是她那种 那如果最后你被无情地抛弃呢 我也会送她 啥礼物 65页PPT 师傅 你知道抖音美女是大怪吗 五个亲戚的穿吊带 天赋一饼的大马赛 照点假伤的旗感 老妹我单身没人啊 那你对这些美女怎么看 我一遍又一遍地看 师傅 你当了这么多年司机 有什么经验 有的车 几个司机换着看 有的司机 几辆车换着看 有的二手车 你不嫌她过她还嫌你去 有的二手车 外表很漂亮 但可能是四肢 有些车你买不起 但可以去试驾 还有些公交车 报备后就去乡镇上了 这些年你开过的车 最难忘的是什么车 那就是个教练车 师傅 你对现在歌坛怎么看 以前的歌坛是神仙聚会 现在的歌坛是垃圾分类 那你喜欢听谁歌 男人要高雅 我听昆曲 好听吗 我放给你听 师傅 是不是只有真心虾爱的人拥抱时 才能感觉到对方的心跳 平凶也可以 跟我每次分手时 最后一个拥抱的人 感觉太让我心痛了 心痛 鬼叫爆了 师傅 谈恋爱有什么技巧 谈恋爱就像考驾照 追求前是科目一 学习一堆理论技 追求过程是科目二 应对各种无理要求 是不能掉链的流车 像是半波起步 面对阴晴不定的情绪 处理时不能压到它的底线 像是直角转弯 刚刚得手是科目三 你可以试着开车上路 但准备各种经历情况 没有对措施 那拿到证据后呢 请问名家 师傅 师傅 如果有女生到军义的话 要多久你才会同意和他谈恋爱 最少一年 你不怕一年太久 对方知难而退吗 男人如果太容易被女人得到 就会浓为玩物 为什么这么说 你考完试还看书吗 师傅 为什么男生谈恋爱后 打游戏会变菜 恋爱前心思在精准补着 恋爱后心思在花样撩草 恋爱前单排眼光三路 恋爱后双排十万一路 恋爱前队友几前法律无边 恋爱后你要挂了 我也去 你对这些男生有什么想说的 好好上分 不要唇女小青小爱 那种是乎于我 那怎样才能快速上分 分手 师傅 我的初吻男友分手后一直在找我 是不是我太有魅力了 初吻一直找你 假牙掉你嘴里了 师傅初恋是什么感觉 初恋就像新手买了新车 每天都想去磨合 那网恋呢 像是叫网约车 你不知道来的车型和你预约的匹不匹配 那如果预约的是法拉利 来的却是拖拉机呢 来都来了 跟照片差太多了 那我走 师傅 你对这些短视频平台的美女怎么看 各个身体占不止 蓬古前倾扭S 就算没有发脂毛 也要会是镜头 镜头一直对着定 好像是有那大病 你身为男人难道不喜欢美女 我是喜欢老鼠 双手吗 电气鼠 师傅 有钱就能买到快乐吗 曾经我也觉得钱买不到快乐 知道昨天看到一个人 我才知道 不是钱买不到快乐 是我那点钱 买不到快乐 你看到了什么 无敌屋 记得关注再走哦 就可以了